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位模特儿来自韩国 样子标志身形又高 他的社交平台有超过10万个追踪者 不过看真一点 他并不是真人 而是科技研发的虚拟模特儿 在疫情下要拍宣传产品的照片 透过AI模特儿和电脑模拟场景 就可以减低传染风险 在80年代 时装模特儿都经过专业训练 走上天桥 展现服装的设计 听听导师讲下训练的内容 时装模特儿她开始的时候接受的训练 你可不可以略略给一些 想入行的女生知道一些多些资料呢 好啊 如果你是想做模特儿的 首先你要看你自己身高 够不够五尺六 那你的三围尺码是标不标准呢 就是对不对比例呢 那你自己就一定要对自己有兴趣 还有一个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就是要吃得苦呢 那好吗 或者你介绍一下 你们训练过程的一个片段 好啊 让他们可以参考一下 好啊 走路每个都知道的 但是走到一条直线呢 就是要经过训练的了 那你懂得走一条直线之后呢 你就要懂得 怎样去移动你的盆骨 去令到你的身体的肩膀移动 那你走路的时候呢 就会哀裸了 那会见到他们移动的肩膀移动得很漂亮呢 嗯哼 那你又要懂得穿高跟鞋的 那你就要懂得穿起码三寸以上的高跟鞋 那还有音乐呢 就很重要的 那你做梦特尔呢 要有音乐感了 那所谓音乐感呢 你就是要跟着个柏子 走到出来 那很多时候呢 他的策划呢 是要求你们梦特尔 走出去的时候 那些脚是要一起的 那你们呢 就要听着个柏子 有时候去规定你 就是左脚前 还是右脚前的 那你练习的时候呢 你就要大家 听着个柏子去走啦 那你见到那些梦特尔呢 很漂亮的姿态啦 就是个姿态啦 那他是要经过训练的 那如果一个是职业上的梦特尔呢 他是应该听到个影相机 就是咬一声之后呢 他就会转换他的姿势啦 那你也都要懂得去就你的灯光啦 因为灯光打下来呢 你就哪一边面漂亮 或者你的眼神怎么样 你都是要注意到的 甚至乎你一只手指 怎样摆都很重要的 因为你的感情 甚至乎可以表现在你的手指上面 不要以为眼可以表现 其实手指都很紧要的 你看看 你不可以好像一扎椒那样哦 那男性梦特尔呢 就要比较高一些 五尺十以上呢 那他的姿势呢 就不可以女性微的 那他的头也很紧要 那不可以 那眼睛呢 看上去要柔和一点 那在表现上面呢 男女的合作也很重要的 那有时候呢 一件晚妆 或者一件普通的衣服 如果他和男生一起走呢 可以表现到那件衣服的那种美处的 那我就叫个男生示范 和女生一起走 那我就教个男生 那你走的时候呢 应该和女生好像在聊天那样 那样啊 就是很自然 那女生可以和他做一件衣服的 那你在台上可以被人看上去 你两个很相襯啊 那被人觉得你两件衣服也是一对的 那你学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互相练习观摩了 那你不可以想着 哎呀 这么尴尬 和那男生一起走啊 但是你如果职业上需要呢 你是应该做到很自然的 谢谢大家